张杰带宝宝起三轮舌,谈女儿未来很多话要交代,不愿微博善女儿,如今的张杰早,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青色,初初茅庐的超男张杰了,而且张杰这些年也是成长迅速,自从与谢娜结婚后,生活事业都是顺风顺水, 只要有谢娜何炅的综艺节目,一般都会带上张杰,而且据统计,张杰也是既谢娜何炅,杜海涛,回家五个人之外,去过快乐大本营最对的嘉宾,可见张杰能够活起来,湖南卫视也是有不少的功劳,现在的张杰不仅仅成为了体贴的丈夫,还有了一个更美好的身份,那就是父亲的角色,作为一个父亲,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有担当,有责任,有耐心的职位, 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谁都无法替代的,张杰和谢娜只从有了双胞胎的女儿后,也是迅速化身未来大男妈,但是令人欣慰的是,张杰和谢娜的感情,并没有因为两个宝贝女儿的到来而说着,反而是更加相爱,从妻子的浪漫旅行中,我们也看到了张杰和谢娜的种种生活细节, 节目中的谢娜刚刚与几位妻子认识的时候,张杰就写信,让妻子们照顾好谢娜,谢娜也经常秀恩爱,惹了英才而各种队,而且张杰还不说和谢娜吵架的时候,都是自己让步,有了两个女儿以后,两人都减少了工作量,谢娜只怒快乐大本营和妻子的浪漫旅行,自己只扮演唱会和路,妻子的浪漫旅行, 看来宝宝的到来,的确能够让一对夫妻立策成熟稳重起来,张杰在一个节目中,要带三个可爱的宝宝骑三轮车出去玩,出门前,张杰也是非常细心体贴地帮助三个小朋友把三轮车推出门,一直小心翼翼地扶着车子,像极了一个安全员,而且表现出对宝宝的误陷冲力,看来有了宝宝的张杰驾驭领孩子,超级奶爸的形象包裹,真是越来越重要,后来节目露口播的时候, 张杰也是感触万分,谈及自己的两个女儿,张杰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像是感谢两个小天使出现在自己的世界里,张杰表示,自己也在节目中看到这些小宝贝,也会幻想到自己两个女儿长怎么大,长高的时候,该是什么样子,一定也会像节目中的宝宝一样会调皮,一样喜欢吸引大人的注意,他非常期待自己的女儿赶快长大, 也非常期待两个女儿长大后自己家就可以跟他们交流,交代一些专属于妇女之间的小秘密,看到张杰虽然在节目中张口闭口离不了女儿和谢娜,但是翻翻张杰的微博,却是很少有关于女儿的微博,连于谢娜的日常秀恩来都很少,但是一家人的确非常幸福,相信张杰不愿意微博晒女儿。